读一本书,沉淀自己,改变命运 大家好,我是海莉,欢迎来到海莉读书吧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看完2021年最新纪录片 极简主义时机已到的感受 因为它勾起了我许多的记忆 又一次提醒我,舍弃生活中多余的东西 才能够实现生命中最重要的价值 看过的朋友可能还记得 在上一部极简纪录片中重复播放的 人们在圣诞期间,为了抢到大规模的降价产品 凌晨排队,急破头冲入商场 拳打脚踢的疯狂购物场面 2021年极简主义纪录片和五年前比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只是更接地气 影片中描述了亚马逊已经在美国开通直升飞机的服务 半个小时内精准地把物品运送到你的家门口 足不出户就可以在手机或电脑上满足购物的欲望 在不知不觉中,你的兴趣爱好已经在你浏览的网页中暴露 成为商家描下的下一个目标 生活中,我们常常有一种错觉 就是如果能够得到我们想要的物品 我们就会快乐 如果可以买到所有清单上的东西 就能解决现在的问题 可往往结果是 当我们买到了所有的物品 下一秒钟就会发现 我们并不快乐 我们还需要更多的东西来满足我们的渴望 有更多的梦想 需要解决更多的问题 今天似乎已经到顶的占有欲 又成了明天你想要达到的新高度的底层 一个年轻的妈妈 为了解决小宝宝晚上睡觉的问题 就买了不同品牌的奶嘴 不同的款式 似乎摆在货架上需要下单的那一个 才是真正最需要的 就这样一个接一个 替换了十几种产品 结果还是没能解决婴儿睡觉的问题 最后发现只需要自己花多一些时间 多一点耐心 多一些呵护 才是真正的方法 现代社会人们太繁忙 太没有耐心 其实我们只是在花钱买一些时间 逃避现实 或是给不敢面对问题的自己 一个看似轻松的答案 我们不停地追求财富 不停地消费物品 我们把生活塞得满满的 不仅是家里的物品 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热情和成长 也在拥挤不堪的凌乱中 找不到方向 基先主义者 故事中的主人翁 Rion和Josjeva就是曾经和千千万万卷入物欲世界的人一样 他们是小学同学 有着相似的人生 在不健全的家庭里长大 父母离异 跟着训酒成性和滥用药物的母亲 一己扩着贫穷的生活 童年的生活充斥着不满 唯一逃避现实的方式 就是暴食暴饮垃圾食品 吃胖 把脸吃成了球 他们以为贫穷是他们痛苦的根源 认为如果能够挣到足够的金钱 就能够摆脱不幸的人生 于是从20岁开始就去公司工作 忘我的工作 拼命地挣钱 他们越做越好 很快就挣到了五万十万 以及更多的年薪 30岁不到就已经爬到了梯子的顶端 实现了美国梦 住着厕所比人还多的豪宅 开着豪车 享受主流社会的奢华人生 可是现实中的他们并不快乐 两个人都负债累累 过度的消费 让他们精神和经济上双重负债 同一年 Joshua的母亲得了肺癌晚期 妻子也离开了他 两个人都陷入了人生的低谷 直到有一天 他们发现了极简主义 他们辞去了高薪的工作 丢掉了生活中90%的物品 却过上了前所未有的快乐人生 更自由 更轻松 有更多的时间去探索生命的意义 极简主义并不是简单的扔东西 她是提醒人们舍弃对物质的执迷 而追求生命中真正的意义 Joshua的母亲去世时 房屋里充满了杂物 就像她妈妈 混乱灵杂的一生 本以为会堵物14人 却发现处理杂物本身也是一种困扰 更让Joshua惊叹的是 她的妈妈还保留着她小学四年级的作业 放在堆满灰尘的箱子里 几十年没有打开过 她知道妈妈是想保留住一些美好的回忆 但是她更明白了 真正的爱和记忆是留在心底的 不需要用物品来表达 这两年我自己也在不断地断舍离和经见家中的物品 逐渐地我发觉自己也在净化自己的内心 清空思绪的杂物 走向了寻找品质生活答案的路上 我的变化也给家人带来积极的影响 因为不断地削减衣橱 冬季换季的时候 发现整个过程变得好轻松 只有一箱的必需品 都是每天每周需要的衣物 因为清理了社交媒体朋友圈 不再被干扰自己思绪的杂事所影响 心情变得很平和 更有时间和精力 跟真正有意义的朋友深度交流 和探索思想的进步 在买东西的时候 我也逐渐淡化了对物质的执着 告诉自己 只会购买自己需要的 会频繁使用的 和真正想要的东西 极简生活并不是很容易的一种生活 或是完美的人生 甚至是一种艰巨的生活 因为你需要通过一种 intentional life 有意识的简单生活 它要求你更节制 更自律 极简主义并不是不让你买东西 而是不让你冲动的 强制性的消费 极简主义者也会花钱 用在享受新的人生经历 比如说旅游 看歌剧和音乐会 学习新的技能 因为以前待在家中的大部分时间 我都会花在清理物品上 把东西从一个收纳盒 换到另外一个收纳盒里 从一个房间搬到另一个房间 占用了我很多的时间和精力 现在家里少了许多东西 却腾出更多的时间和空间 觉得更充实 不再集中经历到事物 可以更专注于我自己 注重自己的激情和爱好 注重自己的身心健康 注重自己的成长和快乐 我也发现了生活中 出现了奇妙的变化 我开始建立有意义的人际关系 用自己的经历和思维 帮助了更多的人 这种贡献与给予 使我的人生更有价值和满足感 这也是极简人生 通过舍弃生活中多余的东西 超越物质 集中精力 追求生命中最重要的五种价值 与其说 基建主义是一种哲学 不如说它是一种方法 如果你也感兴趣 可以尝试挑战以下几种方法 方法一 Project 333 这是Project 333的创始人 Courtney Carver 发起了一个极简主义的时尚挑战 邀请人们在三个月内 只穿戴33件或更少的衣服加上饰品 当你所有的衣物都是你喜欢的衣物时 时尚变得很容易 你也会成为人群中那个穿着最合体 最考究和最自信的人 方法二 Packing Cardi 当初Joshua帮助Ryan精简物品的时候 把家里所有的东西都打包装在箱子里 放在车库 贴上标签 在接下来的21天内 每次打开箱子取出需要使用的物品 结果三个星期后 发现80%的东西仍放在这些盒子里 有些呆在盒子里的物品 甚至自己都不记得拥有过 于是他们捐出或者出售了所有没用的东西 这个方法也是于某一类的物品 比如说孩子的玩具 旧的厨房用品 或者书籍 让生活中只留下增加生活价值的食物 方法三 30天调挑战 这是极简主义今年发起的Lessis Now的挑战 建议你和家一位家人或朋友一起做 第一天舍弃一件物品 第二天舍弃两件 第三天三件 坚持做30天 舍弃的物品可以捐赠 卖掉或者再回收 最后我想以Joshua的一句话来结束 爱人惜物 反其道则无用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希望这部短片能够给大家带来一点生活的启发 感谢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见